粉丝提问,为什么不加入自动开火功能? 自动开火指的是,转心移动到敌人身上会自动射击 如果加入这个功能会大大降低萌新的上手难度 那么为什么不加入呢?原因有三个 一,会让游戏太简单 自动开火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开启之后你就不用再点击开枪键了 反正移动到敌人身上就会开枪了 如果是全自动武器,你只管压箱就好了 转心跳出敌人的身体范围会自动停火 这简直是萌新的福音好吗? 不过这样的负面效果也很严重 一款射击游戏连开枪都不需要自己开了 那游戏玩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二,会让隐藏没效果 现在的游戏中有很多的伏地魔老六 他们喜欢隐藏在草丛中灌木中 一般人是很难发现的 可是如果加入自动开火功能 本台没发现他们 准心一不小心移动到他们身上了 这时候突然开火了 你就知道那里有敌人了 这对于喜欢隐藏的玩家非常不友好 三,有一些枪没法用 虽然自动开火很好用 但有一些枪却不适合 其中的代表性武器就是单发鞠和火箭筒了 单发鞠是打头才能出效果的 而自动开火是只要移动到敌人身上就开火 这单发鞠就废了呀 根本没法瞄准头了 火箭筒也是同理 一般都是打敌人周围 然后靠爆炸伤害炸死敌人的 可是现在移动到敌人身上就开火 这样做基本是炸不死的 功能局限所以也没必要 小伙伴们 你们希望加入这项功能吗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